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刚才那个 怎么回事 刚才发生何事啊 就那个人 光着呢 光着呢 你们都听见太子说的了 谁看见了 奴婢没瞧见 什么人也没有啊 胡说八道 本太子亲眼瞧见的啊 我两个眼睛亲眼看见 真真的 一个男的啊 光着呢 光着呢 太子殿下 真 真没有 混蛋 混蛋 我明白了 你们这些王八蛋 你们是跟着这个贱人一起欺负我呀 太子殿下 您刚才是不是眼花了 或者 看见鬼了 贱人哪 你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对 我就是和太子殿下学 学习睁眼说瞎话 贱人 我杀了 我杀了 干什么干 都给我滚 贱人 父亲 父亲 蜘蛛 父亲 您这是怎么了 大半夜的 为何独自坐在这里 是 算了 你尚未痊愈 你就歇着吧 我已经好多了 自主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 你知道 你祖父整天骂我是个王八蛋 窝囊废 那些个朝臣们嘴上不说 心里也笑我是个窝囊废 这秦宫上上下下 谁不笑我是个窝囊废 我问你 你心里是不是也这样认为的 说我整天被一个女人所左右 我是不是也是一个软骨头 总是被华阳牵着逼着走 你也笑 父亲 你是大秦的太子 天下间多少美人 您独宠母亲一人 我想 珍爱生俱 您是真心在乎母亲 才会为她如虎 本质上 您不是怕她这个人 而是怕她伤心啊 对呀 李楚 子楚 天下人要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可天下人不这么想 包括那个华阳在内 整天作天作地的 我就犯了点小错 他就 闹得不可开交 你父亲心里苦啊 父亲 别难过了 子楚 只有你最懂我呀 你是我的好儿子 好儿子啊 对了对了 今天父亲到你这里来呢 是有一件大事 过几天呢 你祖父要召集你们兄弟几个 那让你们写一篇文章 题目是对大秦朝政的看法 三天之后 你祖父亲自来考教 到时候可别给我丢脸 争口气啊 是 父亲 子楚